福特Ranger是一款强大、耐用的中型皮卡 适合在多种道路和工作条件下使用 以下是有关2023年福特Ranger皮卡的车评 优点 强大的引擎 2023福特Ranger配备了一台可靠的2.3升波轮增压四缸发动机 输出功率可达270马力和310磅英尺的扭矩 能够满足大部分皮卡车主的动力需求 全面升级 2023年福特Ranger进行了全面升级 包括外观、内饰、安全和技术功能 新的外观更加时尚和现代化 内饰更加豪华和舒适 安全和技术功能更加全面 出色的越野性能 福特Ranger配备了强大的四轮驱动系统 离合器差速器和下坡辅助控制等功能 能够胜任各种越野场景 大量的可选配置 福特Ranger提供了多种不同的配置和选项 包括不同的驾驶模式 装备水平 座舱和车身风格等 能够满足消费者不同的需求和预算 缺点 燃油经济性较低 虽然福特Ranger的动力十分强大 但其燃油经济性相对较低 可能会在长时间的驾驶中导致较高的燃油成本 车内空间有限 尽管福特Ranger的车内空间已经得到改善 但与全尺寸的皮卡相比 其乘客和货物空间仍然有限 价格高昂 福特Ranger相对于其他中型皮卡来说 价格偏高 尤其是在配置较高的情况下 这可能会使其对某些消费者不太友好 综上所述 2023年福特Ranger是一款强大 耐用 全面升级的中型皮卡 适合在多种道路和工作条件下使用 虽然它的燃油经济性相对较低 车内空间有限和价格高昂 但其全面的越野性能和大量的可选配置 可以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和预算 福特Ranger是一款中型皮卡 其优区点如下 优点 强大的动力 福特Ranger采用了一款2.3收 波轮增压四缸发动机 输出270马力和310磅英尺的扭矩 动力强劲 可满足大部分用户的需求 出色的越野性能 福特Ranger配备了强大的四轮驱动系统 离合器差速器和下坡辅助控制等功能 能够在多种热烈路况下胜任 具备良好的越野性能 丰富的配置 福特Ranger提供了多种不同的配置和选项 包括不同的驾驶模式 装备水平 座舱和车身风格等 能够满足消费者不同的需求和预算 质量可靠 福特Ranger是一款历史悠久的车型 其质量经过了多年的检验 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和耐用性 缺点 燃油经济性不佳 尽管福特Ranger拥有强大的动力 但其燃油经济性相对较低 可能会导致长时间的驾驶带来较高的燃油成本 车内空间有限 与全尺寸的皮卡相比 福特Ranger的乘客和货物空间相对有限 不太适合需要大量货物或乘客的用户 噪音较大 福特Ranger在高速行驶时 可能会发出较大的引擎噪音和露噪声 对用户的舒适度造成一定的影响 价格偏高 福特Ranger相对于其他中型皮卡来说价格较高 尤其是在配置较高的情况下 可能会使其对某些消费者不太友好 纵上所述 福特Ranger是一款动力强劲 越野性能出色 质量可靠的中型皮卡 但其燃油经济性不佳 车内空间有限 噪音较大 价格偏高 需要用户根据自己的需求和预算做出选择 福特Ranger是一款非常受欢迎的中型皮卡 其同款车型包括 福特Ranger Raptor 这款车型是Ranger系列的高性能版本 拥有更强大的动力和更出色的越野性能 Raptor采用了一款2.0升双涡轮增压柴油发动机 输出210马力和369磅英尺的扭矩 奇亚Celtos 尽管奇亚Celtos不是皮卡 但它是一款具有类似功能的SUV车型 Celtos提供了可选的四轮驱动系统和高离地间隙 能够在多种路况下胜任 而且拥有更宽敞的乘客和货物空间 日产Frontier 这是一款与福特Ranger类似的中型皮卡 拥有出色的越野性能和可靠性 Frontier配备了一款3.8升V6发动机 输出310马力和281磅英尺的扭矩 雪佛兰Colorado 这是一款与福特Ranger同级别的中型皮卡 提供多种不同的发动机和驱动系统选项 能够满足消费者不同的需求和预算 总之 福特Ranger的同款车型包括福特Ranger Raptor 奇亚Celtos 日产Frontier和雪佛兰Colorado等 它们都是功能强大的车型 能够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 福特Ranger是一款中型皮卡 拥有可靠的四轮驱动系统和高离地间隙 使其在加拿大的冬季天气中表现良好 此外 福特Ranger还拥有较高的安全评级和可靠性 这些都使得它成为在加拿大使用的较为理想的车型之一 至于保险和维护 这些都是因人而异的 一般来说 福特Ranger的保险费用可能会因车主的驾驶记录 所在地区 年龄和其他因素而有所不同 而维护方面 福特Ranger的零部件和服务在加拿大较为容易获得 一些较为常见的维修可能会比较便宜 但是一些大型维修可能会比较昂贵 因此 具体的保险和维护费用需要根据车主的具体情况进行评估 福特Ranger曾经发生过被召回的情况 这主要涉及到一些问题的发现和处理 例如 燃油泄漏 2019年 福特公司因为燃油泄漏问题而召回了约27,000辆Ranger皮卡 这些车辆的燃油管路可能出现裂缝 导致燃油泄漏 从而增加了火灾的风险 悬架问题 2019年 福特公司因为悬架问题而召回了约23,000辆Ranger皮卡 这些车辆的前悬架可能出现断裂 从而影响驾驶控制 增加了事故的风险 离合器问题 2020年 福特公司因为离合器问题而召回了约3,100辆Ranger皮卡 这些车辆的离合器可能出现磨损 导致离合器失灵 从而影响车辆的操作和驾驶安全 尽管福特Ranger曾经发生过被召回的情况 但这些问题已经得到了处理和解决 福特公司也一直在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和安全性 以确保福特Ranger及其他车型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福特Ranger是一款中型皮卡 具有良好的载货能力 具体而言 福特Ranger的标准货箱尺寸为长5.0英尺 宽4.2英尺 高1.5英尺 可容纳多达7立方米的货物 此外 福特Ranger还拥有最大承载能力为约1600磅 约725公斤 可根据不同配置和选项进行调整 福特Ranger还可选装具有更高载货能力的货箱升级选项 例如具有增加高度 加宽 扩大容积等功能的大型货箱 此外 福特Ranger还可选装具有尾门可旋转开启功能的货箱 方便更方便的装卸货物 总体而言 福特Ranger具有出色的载货能力 适合搬运各种大小的物品 同时其四轮驱动系统和高离地间隙也使其在越野和恶劣路况下具有更强的运输能力